金文灾抵达北京来源,北京晚报来了,今天中午,在 首都国际机场T2航站楼,刚刚从首尔飞抵北京的中赫国安队新园 韩国国脚金文灾让众多阶级的京城球迷兴奋不已,随着金文灾的到来 国安队新赛季的人员框架也基本成型,球队明天将奔赴海口开始冲 此阶段的备战,攻守兼备他有望成为活旗作为亚洲 最优秀的中后卫之一,金文灾的加盟对国安队的战术体系是强有力的 补充,防守端,他能适应快速的比赛节奏和高强度的对抗,一对一 实力出众,进攻端,这位高个子球员的定位球强点能力极强,再步 酒前结束的亚洲杯上,尽管韩国队止步八强,但金文灾的表现可圈刻 点,他以主力身份出场五次,防守稳健的同时还攻入两球,其中包括 小组赛对阵中国队时下半场的投球破门,此番登陆中超是金文灾首次 效力国外的职业联赛,他表示,有信心以良好状态开启一段全新征程 展望新赛季中超,虽然面临于奥古斯托,比埃拉,巴坎布的 外援四选三竞争,但金文灾有望成为国安队排兵部阵时的活旗 主帅施密克此前曾胜赞金文灾的实力,他能力突出,有很大的成 长空间,是我们影员的首选,他还有着成熟的技战术素养,比赛气质 也很好,我们期待他在队中扮演重要角色,23岁的金文灾出 身于韩国校园足球体系,2016年加盟全北线代队,被名帅崔康熙 称为超级新人,此后金文灾迅速展露头角,不仅连续两个赛计入 为K联赛最佳阵容,还代表韩国国家队和国奥队分别征战式预赛 问 鼎亚运会,他本人也得以免服兵役,如果不是去年夏天受伤,金文灾 很可能成为国安队历史上首位参加过世界杯的亚洲外援,阵容生 及全力备战新赛季上赛季结束后,西班牙及前锋索里亚诺因 合同到期离队,国安俱乐部早早着手物色新元,由于中超只允许美队 同时注册四名外援,国安调整的空间不大,但俱乐部仍针对第四外援 做了几手准备,比如牵下一名欧美前锋,以加强攻击力,但若真如此 在亚冠赛场便无亚洲外援可用,另一方案是引进亚外,首选高 水平的亚洲中后卫,考虑到亚冠成绩的重要性,国安最终选择了后者 今年亚洲杯期间,有媒体报道称,金文灾凭借出色的发挥吸引 了多家欧洲俱乐部注意,但据记者了解,金文灾早在去年12月就已 确定转投国安,只因保密约定一职队转会适宜三间其口,上个月 国安队在葡萄牙拉练了20多天,通过参加大西洋杯邀请赛,失秘 特队队伍体能,人员搭配等情况有了初步判断,期间,规划球员侯勇 勇,离可和国内门将邹德海军加入东迅并亮相热身赛,春节前夕,国 安也宣布了这三名新元加盟,虽然国脚为是好转会至广州恒大队,但 国安队的阵容总体上较去年有所升级,接下来,缺席海外拉链的国脚 于大宝,持中国,于阳,浦城也将随队前往海口,集训内容改为技占 树眼链,球队人员起整,全力备战23日打响的超级杯集之后的中超 亚冠比赛,本报记者